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宫殿上想要知道敌人的位置 宫殿上有多少人 其实很简单 今天童馨就来教一下你们 哟 小老六 你在这里因谁呢 不投不不尾 帮队友解决这个潜在的危险 我站着两个盒子精 加上我三个就去法老入口 为了避免成为盒子精 咱们来车库换一辆豪车 还要我去 又是三胸子 两个队友也不上来了 行吧 那我一个人走啦 一会儿我拿的好装备 你们可别后悔 哼 我来到加油站当场吓我一跳 下面站着四个人 等他们背上去我再打他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是没有反抗能力的 只能白白打 笑死我啦 两个人上去 两个人被我打下来 特别是第二个 从空中倒地下来摔死 换到一个掉线了 这个场景 让我想到了上一把很搞笑 我打了法老之后 发现有人翻了一辆装甲车 我二话不说 就用AMR在空中 把他装甲车打爆了 你们看我用了多少枪 一枪 两枪 三枪 四枪 五枪 好像冒烟啦 爆了爆啦 换了我九枪 天哪要被气死了 好不容易搞辆装甲车 结果还没下来就炸了 下来一辆破烂的载具 不过 我是不是空枪了 怎么用了九枪才打爆 外面也太硬了一点吧 因为打这辆装甲车 我只剩下一发子弹 急需一个空头来补充一下 终于枪 这个枪的下坠是真严重 这样的没打中头 换成AWM一定是头 绕过去 空头里头了 我去 你蹲到这里干什么 不走去飘落 没有AMR 就换一把AMRC啦 倒是我犹豫了 又拿了一把步枪 这个决定让我陷入危机 我被圈刷出去 然后被人死死架住 其实我腰手一把局 局面完全不一样 自然被我打了一枪头也不屑 又是要开始了 没错 他做到了 我就这样积极 说不定他就是被我打爆装甲车的那位呢 回到这一局 我现在上去 我现在上去会不会被那两个人队友蹲呀 不怕不怕 现在的复活点很多 不怕被蹲 我来到了这个蛇窝 看到人了 这个直接死的 然后这个宫殿还有人 这时候我就叫你们 怎么看还有多少人 以及他们的具体位置 在这里用对一下这个动作 然后切换第一视角 这样就能偷强啊 看到没 左下角有一个 而且好像我瞟着 为有人想起用电梯 快快快 叫他们启动之间打掉他们 反应还挺快 不过他们已经被我吓得不敢启动了 目的达到 他们启动了 但是他们两个被我吓得没有上去成功 干的漂亮 他们一定很生气 生气叫出来教训我 我就做好埋伏 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从小洞口出来 诺拿两个人头 还有一个在里面 我从这里偷偷走过去 给他来个出气不易 我对宫殿的各种点位 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哪个机脚尬的地方都被我摸透了 哇 这只个长手怪物 大章鱼 一瞬间又倒三个 他们怎么全能因为我在那个门口 不熟悉地形吃亏了吧 一堆的小生法库 帮你们祭奠给眼镜蛇 蛇哥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还有一个 你等着 兄弟们 眼镜是成真了 叹路拿三杀 蛇哥 你的睡眠完成了 再见吧 你说我这个运气 我打完法老宫殿下来跳到敌人头上 一个从天而降放倒刀刘某人 他还是个对友有点难缠 我和他斗志等我们半天 还是决定离开了 因为我要赶着去支援我的队友 他们在Y城遇到了困难 有困难找我 我拍马赶到 有我在 那属实是没意外 倒一个 妈呀 复活了 哎呀我去 吓我一跳 我以为这个人复活了呢 两个人穿得一模一样 兄弟们 出意外了 这就很尴尬 本来是阳教队友行动 结果成了送温暖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